而在一般上班族忘乌心探的同时 公股转投资事业高层主管的薪水又成为话题 这些单位的董事长跟总经理月薪高达三四十万 是民众眼里的肥猫也引发了舆论批评 而行政院会今天通过 未来这些事业单位的董事长薪水将不得超过三十二万 下个月一号就开始实施 今年董座陈松柱月薪将近四十万元 每年还可以分红高达千万元 这些民营公股的肥猫看在一般上班族眼里 很不似职位 更让无法可以监督的立委大表不满 咨询台上要尽管会主委陈松拿出办法管一管 任何这种薪资或者说那个红利这个制度 都要跟他的业绩以及风险结合 他在决定一个薪资待遇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这几个因素 立愿抓肥猫炮身隆隆 行政院也决定出手订定的肥猫条款 将对公股负责人薪资订定规范 公股董事长或是总经理的薪水 不得高于公营事业相当沉寂的两倍 以今年董作薪水38万为例 一般公营机构董事长薪水16万 两倍算一算 未来只能领32万 方案4月1号实施但不硕及既往 公股代表的身份 去做这个董事长总经理才受这个限制 假定他现在是民营的事业机构 我公股股数有限 我不能派董事长 那必须有民间人士来当你董事长的话 就不受这个限制 所以基本上有用人也不会受到 这个好像受限到待遇太少 没办法引进优秀的人员来做主管 这个应该是不会的 肥猫条款影响所及 对未来公股企业 或者泛关股民营公司 影响的范围还会在定义 但包括中华邮政 中华航空 中华电信 甚至台湾高铁的经营成绩 未来恐怕都将全面被迫减薪 界定学乌家宝台北报道